消失的13万年 在人类进化石里 有一段长达13万年的空白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 人类植根于地球本身 是从物种进化而来的 化石是进化的最好证明 但是人类从原人走向人类的过渡期 应该存在一个成上起下的物种 我们已经在各个时期发生化石 唯独这个进化物种 直到目前都没有找到 从原人进化成高智慧人类 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然而这13万年间 本该是过渡期的人类物种 却仿佛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与进化论不一致 而从这段空白期里走出来的人类 他们的进化出现了明显的加速 这段消失了13万年的历史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是那么简单的